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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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各位收看剧场会客室 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温迪伦先生 阿B 你好 你好 我们刚才还在对镜头聊天的时候 我们都谈了一些事情 我们共通有一个人物在说 那个人不知道有没有现在 那些会是什么 或者眼眉调 可能是 你十几年以来都想摆脱他 不是说摆脱他 只不过很多人告诉我 其实我自己也发觉 就是那个 我自己由读书出来做事 一直发展的模式和他很相似 那我就很不喜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后台出身的 接着我读灯光的在英雅学院 但是又不知为何读一读下 就走了去做舞台监督 然后舞台监督了一会儿 又不知为何去了做报警设计 是 然后又不知为何又开始做导演 是 那样东西就 可能会因为这样令到很多人觉得 为何你和余晋求不相似 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但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我认为我读小学的时候 他应该在做文化的团 是吗 哈哈 你以为你快点叫他来 其实我认识他 只是我读演艺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 他刚刚进来读一年 好像专业学院设计 他读一年而已 我到最终的年 但是那一年 我们灯光同学的组合 只有我一个男孩 刚刚进来就好了 我们又在湾仔区 于是我们经常出去喝东西 其实是从那时候开始才认识的 是 是 因为他就是前辈 他有很多经验 有很多老素 他开始有项目 有事找我做的时候 大家开始合作 就是搞了搞了现在 你走的路其实真的很似 除了演出之外 不是演出 我说是在剧场里面之外 你连读书也有 和他去了荷兰 其实这件事真的很不公道 为什么呢 其实我很记得那时候是1995年 我们有一次去布拉格 有个四年展 其实那次我和朱振球 和一大群人一起去 其实去到那个地方 其实我们同一时间 发现那个课程 是 看到那个课程 就觉得很好 去读书 又可以去外国住 因为在外国 买啤酒喝是比买水便宜 这个是最大的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明白 但是因为那时候我 在外国的团书在工作 有这个读书的想法之后 其实我才开始去存钱 所以 对了 就让他先去 是 然后他读完 回来之后 我才刚刚合约完 我就可以走了 接力 是的 是的 好的 你去过荷兰 还有去过西班牙读书 是吗 其实是同一个课程 因为他们的课程 很有趣 是荷兰一间学校 和伦敦一间学校合作的 所以他中间 在课程中间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去另外一些中心 还有其他几个中心 有瑞士又有一个 那时候有很多 西班牙其中一个 那时候去选择去哪个中心 那时候 老师都捉住我 问了一轮 其实那时候 最初我本来想去布拉格 因为那个地方漂亮 而且那个时候熟悉一点 西班牙那时候 我自己是没去过 我又不知道 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跟老师谈完之后 他就说 老师就说 你也是适合去西班牙多一点 我说为什么 他说完一轮 我都不明白他为什么 那时候我就想想 其实我去布拉格 或者去西班牙 其实没有分别 都是去一个 不懂说中文的地方 不懂说英文 中文英文都不懂 其实西班牙可能差一点 我在街上 跟他们说 广东话是没有分别的 因为我说英文 他们都不知道我说什么 最后自己一个人去了西班牙 因为你在荷兰 一群同学 然后到圣诞至今 就散去不同的中心 只有我一个 自己一个去西班牙 我去到那里 就遇到另外伦敦 那边的基地派过来的一些同学 那里又认识到另外一班人 那里又上了几个月堂 又跟地区的一些艺术 和学校做了一些表演 其实很搞笑的 不知为何在学校 突然间好像是倒闭 还是怎样的 学校禁止了 连图书馆都没有 怎麽办呢 因为我跟着伦敦那班同学 应该说伦敦来的那班同学 其实那里面是一个英国人都没有 因为他们也是五湖四海 过来的 然后大家打电话过去 那怎样的 现在 然后校长就说 好你回到伦敦 于是我们整班人不知为何 苦苦苦生又回到伦敦 又在那里住了个几月 接着那里又做了几个演出 就是这样 好像很随遇而安 其实那时去读书 都不是真的想着去读书 因为我读灯光毕业 但因为刚刚毕业 刚刚毕业过来都是这样 每个都想着 明天可以出来做灯光设计 但是其实第一就是当时 当时我93年毕业 当时你说剧场的演出 其实又不是太多 其实直到现在也是 就是剧场的预算又不是太多 其实一年你能做多少个演出 你一年的年薪可以有多少钱 我很记得当时我刚毕业出来 什么都做 做客组织 帮别人单单投台 什么都做 但当时我记得是隔一个月出六千元两 即月薪是三千元 平均是这样 但你别想着每个月有人给三千元 是两个月之后才有人给六千元 那时是挺惨的 但也是因为这麽惨 就发觉不行 那怎算呢 除非我们找几个同学一起夹钱 令到那些很红的灯光处计师人间蒸发 不然那些大传统永远都不会找我们做 是吧 他们有时间都未退休 那怎算呢 那时刚好有个朋友 他就在话剧团做事 他一向都叫我 有时帮忙做组织 有一次打来说 什么时候有个节目过来帮忙 我好无所谓 然后聊聊天的时候 我还记得那天我拿着电话 在天星码头走去搭船 他帮忙说 好像要请DSM 我说DSM关我什么事 我读灯光人怎会请我 然后他说你写封信试一下 你输到极都是输一个信封 一个邮票 我说是 我便写封信去试一下 后来就请了我 不过我明白了一件事 经历了这件事之后我明白的就是 等如我们现在去店铺买个Flex机 但是你不会真是买一个 只懂得Flex的Flex机 那些售客当然跟你说 先生你只是付那么多钱 为何你不买个四合一 又懂得Flex又懂得探索 又懂得影印 又懂得不知做什么 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话企团请了我 为何呢 我进去之后 我便发觉我们后台的组合 其实很强 有些人懂得目工 其实我说的是DSM和ASM 这些人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别技能 我售灯光 另外一个DSM就是做音响 另外一个秦英宾他们就是电子工程 录影那些很厉害 那时还有些同事Michelle 他做衣服 另外有人做木工 在一个制作中 万一有些什么意外 那时话企团后台的同事 是随时有人可以 站起来 随时去到的 随时去到的 我也试过有一次 那时是大陆来的电子工程 王晓英导演 他带来香港的春秋云 本来那个电子工程 就是我做DSM 我就跟着老师排气 排排了电子工程 有一天 因为那时还未过97 所以他们是军区的人 就拿不到Visa 拿不到来 入台前两个礼拜 就把带给我 然后叫我收拾了 没所谓 反正我都跟着那部电子工程 其实那部电子工程 如果你说熟的话 谁熟得过DSM 天天坐在导演隔壁看 就是这样 其中一个例子 万一任何一个 合席设计师也好 什么人也好 不见了我们随时可以做到 我觉得一个剧团应该这样去运作 就是有时在外面 我们做freelance 一些埋班做事的人 忽然间如果哪个不舒服 或病了 或者忽然间有急事不能来 就倒下了鞋 因为那个DSM team 支持不了 那这件事我又不知道 是关不关香港的生态事 因为我发觉 其实我跟很多 我自己的SMA同学 甚至不过这么多年 我有时都谈开 我觉得有一件事很奇怪 就是外国的学校 其实可能很少说 会有一个学校 一个学校专门做stage management 或者专门做line design 它有 但很少 他们是怎样走出来的呢 其实他们就是 drama school 或者dance school 的同行 他们学做戏 或者学跳舞 有人演出 有人演出 有人在后台 其实就是那班人 兼做了 做完之后 在过程中 他们就发觉 原来我的天分 应该在后面做管理 那班人才转过去做管理 或者转过去做设计 是 现在有时有个问题 就是 我们做 可能SMA 很多同学 他们真的只会做SMA 但是他们 做Hipa Web很棒 做Document很棒 但是 譬如说 刚刚毕业出来 其实他们会经历一段 很艰难的日子 就是他们不明白 演员的世界 在发生什么事 他们不明白 舞蹈员的世界 在他们明白之前 那段很短的时间 他们就觉得很痛苦 哎呀 常常被人欺骗 他们的要求很无理由 当过了一段时间 当他们有一天分间明白了 他们就不会觉得 那么委屈 但是 但是 这个情况 在外国就很少出现 因为其实他们本来就是演员 那些设计师也好 那些SM也好 譬如说 接着我再想一下 不怪不得 例如我们常说 Leo做灯很厉害 灯神 不怪她做跳舞 那么好看 因为她有个跳舞的老婆 她自己也跳过 所以她当然是明白 明白那个编舞 她想的画面是什么 她明白在音乐 在音乐里面 在舞台 在空间里面的呼吸 需要什么 她当然明白这件事 说这一点 都是我毕了业的十多年之后 我才偶然做了很多舞蹈的演出之后 忽然有一刻 原来是这样 真的走了很多冤枉路 你说我明白的 因为我自己在美国 读戏剧的时候 也是这样 譬如你一、二、二 大家都是什么都要读的 一样都要读 那由到你三年开始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兴趣 实在在哪里 然后就是专门读那样东西 所以譬如 后台的人 她明白演员 反正 她最后是专注了演员 但其实她也明白后台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一样都要读过 是的 我们的生态 我不想说教育的制度 是的 我们之后只有一家学校 很奇怪 一进去第一年 就是说要选择 一个中五毕业的人 凭什么 去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或者知道自己的才能是什么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读读书 有时有些师弟会走过来 哎呀B 我很疯狂 我是不是应该转过去隔壁音乐 或者我正在读音乐 我是不是应该转过去隔壁音乐 我说你转就转 你转过去 你自己试过 其实音乐就是这样 我认读那时候 我读书的时候其中一个老师是Hill Chinnick 他教我们很多灯光的东西 电的东西 他也经常跟我们玩 跟我们讲笑 但是玩得来讲笑得来 他教了很多道理给我们 其实到现在我都很记得 譬如说 你要做到一件事 或者你要经历到一件事 你没有办法的 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你的手放进去 你一定要 你不可以那么疏心 不弄髒自己的手 然后学那样东西 最近是否钟日杰也有说过这句话 是吗? 我不知道 我最近看了访问他 好像也有说过这句话 我不知道 可能是他们英国人的一个很普通的面子 是的 这些东西我会很记得 所以 回到天星码头的时候 我的朋友忽然说 你最多都是输 一个信封和一个邮票 那就好 就试一下 那时候 其实如果隔个月出六千元 就算不计通胀也好 其实也很艰难 那时候的生活 所以 如果等到现在 政府可能会出多六千元给你 是的 还有那时候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你刚刚毕业 你想想 例如说 Mo Sir排了一部戏 他排了一部戏 只排了一部戏 也排了几个月 之前谈了几个月 真是一番心血 反过来是我 我怎会可能 有信心 将我一番心血 交给一个 我又不认识你 我又不知道你做成什么 你又要那么深深 没什么经验的人 我怎会交给你呢 那是有道理的 所以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机会进入大团 就要见识一下 你讲真是 如果你真的可以做大秀 有多少个团 就是 马其团 武道团 香港武道团 只有几个大公营 只有几个大团 你刚刚说 春秋雲 两个星期前 林青才给你 这个是危 但是这个会不会 后来真的变成你的机 就是让别人看到 原来你真的做到 灯光设计 会不会你就是这样 这个你发展你的 职业的基础 我又不觉得 那个东西是很特别 因为 因为 其实 《画却团团》 我做灯光 都是试过过一次 因为我自己 做他们的员工 就算有其他演出 都很难的 拔一个人去 还有那时 还未有黑箱 那时 我差不多临走 那时 林青说 我们要改造什么 我会帮他画图 帮他计算什么 那些 那些 因为我做灯光 我就计算那些 我就帮他画那些 那些 这头整完 那头我都离职 我都走了 后来有了《黑箱团团》之后 我记得我回来香港 阿宝就召过我一次 去帮他们的《黑箱团团》 做过一个演出 但当时我已经不是画却团人 也做完阿宝那次的演出之后 那个《亂亂四成六》 好像是 都没有再回去画却团团 那你跟着 你是读完才做画却团 不是 我是做画却团之后 跟着才去读书 跟着读书 其实除了啤酒便宜之外 其实还有一个很主要原因 我自己也是设计出来 你做DSM的崗位 其实无论你是做后现代 也好 做经典的也好 做赫姆雷特机器也好 演员可能分别很大 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同 那个感觉不同 但我在后面做DSM的大幕 高 高 你不会有分别的 所以做了几年后 就发现 哎呀 你好像很不满 那便找些事情来做 所以想起那个课程 就去吧 其实也不是想起立刻去的 想起之后 我也结束了 那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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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那里 除了喝啤酒之外 你真的学到些什么 我记得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一读完书 那些人 个个就来问 你学了些什么 我很记得我真的回家 那时候还没有工作 刚刚回来香港 还没有工作 回家真的想了一个星期 我学了些什么 我最后想到一句说话 很漂亮的给自己 我想到了 我学会了放低一些 我学会了放低一些 我不需要顾忌的规矩 或者是我不需要担心的情况 就是我放低他们 这个是荷兰人的文化 还是你在那里 因为太多事情 发生了可能 你就算了 不要跟他天斗 放低 那是哪种 哪种 我又不知道 我想不是荷兰人的文化 问题 因为其实很有趣 那个班 我去读书的班 就是九个男女 即九个人一班 只有一个荷兰人 其他人都是五湖四海 是 有英国人 修格兰人 希臘人 巴默人 巴西人 就是乱闹的 你自己做的事 或者是你见到他们做的事 其实我们是 一定要有个舞台很漂亮 一定要有灯 一定要有声音 一定要这样做戏 但是他们不是的 他们乱融融的 在地上无端端的 这些东西 又做得一番 这样也可以 然后去到伦敦 你见到他们也是这样 你去到西班牙 看到他们也是这样 对 为何要什么呢 为何要介意这么多 因为我想我们读灯光 因为很多技术上的东西 要考虑 所以我们由一开始 我们的习惯 就会令到我们 什麽都不用想 不要想 是否漂亮 先想一下有没有电 变成了很实际的想法 就是盯着在脑子里 你是放不下 是的 我想经历了那一年的洗礼之后 我回来就觉得 不用介意那些东西 即使用iPhone两个照着都可以 明白 明白 好 我们下一个星期 你继续回来 不要放下 好 不要放下我们 继续说 因为我知道你有很多演出 很多剧场可以和我们分享 好 下星期再谈 好 多谢各位收看 下星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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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再见